歡迎收看 TBS新聞大百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集加入 我們一起講大百話的來賓 第一位是耶魯政治學博士 郭勝良 亮哥 大家平安 立法委員王宏威 淺秋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毛嘉慶 淺秋姐好 大家好 來看看民生議題 民眾大家過的日子好嗎 有個新的消息是 有個排了要數 14個小時為什麼事情 這麼多人漏夜排隊 只是在台中苦苦的想要 爭取計程車職業登記證 在中章頭一個T49 180個名額 連爭取個小黃的司機的 這樣子的資格都很辛苦 現在當然各行各業都辛苦 景氣得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來問問看民調數字 這是台灣民意基金會的 調查數字 告訴大家說 蔡英文的執政困境八年魔咒 現在賴清德要承擔嗎 以蔡英文的聲望民調來看看 不贊同他表現的 有48.7 超過4成8的民眾 認為他做得不好 認為他做得好的 其實只有4成1 尤其是不滿意度 越來越高 尤其年齡的分析裡面 是越年輕 越不支持蔡英文 尤其是20到24歲 高達6成都不贊成 而且27%贊同數 是最懸殊的一個年齡層 所以說年輕 不是說是蔡英文 有年輕選票嗎 可是現在連年輕人都受不了 他的執政成效 而教育背景 更是年齡 教育程度 越高的話 越傾向不支持 尤其是大學會以上 教育程度者 有5成5不贊成 那麼到了小學以下的 教育程度 反而是25不贊同 不贊同他的滿意 執政表現 而4成7是贊成的 這是一種趨勢 對於八年魔咒來講 更是賴清德不得不扛 最可能影響他選情的負債嗎 這個民調數字 來看看美國一樣 美國也要大選 但多數美國人 不認同拜登的經濟學 怎麼說 這個經濟政策 讓他們國內有一種 憂鬱的情緒嗎 只有少數人聲稱 信任拜登的表現 多數美國人 對於讓他繼續成為 國家經濟黨掌舵者 這件事情是表示存疑的 這樣子的蔡英文經濟學 對民生的衝擊跟拜登 是不是也有同樣的困境 其中美國當然 昨天台積電 在經過了法說會之後 第二度調降相關的數字 讓台股大跌 一度跌下了1萬7 後來好不容易最後回來了一些 但是台積電在美國的投資資產 卻宣布開產的時間點 必須往後延 那麼當然有各種的問題 面臨挑戰 所以斯奈米的量產時程 從2024年已經延到了2025年 2024年是什麼 當然是拜登要選舉 這是他的重要政績 這個時候是不是也對他 所謂的政績要兌現 產生壓力 拜登連任的主軸是推銷 拜登經濟學 強調自己的政策 能夠提升美國經濟 但現在台積電的亞利桑那 量產往後推遲 是打擊嗎 而王美華聽到這個消息很緊張 你看看之前 川普講我們什麼時候 他倒是慢慢慢慢在回應 但這個消息 這樣會不會衝擊拜登的政績 馬上往回馬上講話了 經濟部長趕快說 台積電針對全球佈局 刻薄需要 在各國設廠快慢不太一樣 如果有需要的話 經濟部會趕快來協助 台積電克服相關問題 這樣大家當中的笑 我們國內問題都沒解決了 你要去幫忙救美國的經濟 是怎麼回事 那在封傳媒的評論裡頭 告訴大家 中經院的數字 其實是根據最近以來 最新的相關經濟統計 經濟成長率已經下調到了1.6 本來預估是2.2 現在整個被下修 這是中經院的評估 最後是不是能夠保一 可能都還有問題 因為部分經濟數據的惡化 超乎想像 出口數字是已經連時黑了 從去年9月的出口衰退 到今年6月 衰退的幅度 是令人大家覺得很驚訝 比例之高 已經是23.4百分比 衰退這麼高連時黑 什麼時候才能爬回來 不知道 所以這些經濟上的包袱 給賴清德 很有他的壓力才對 可是他不是他非常有信心 他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裡面 談的是說 重申兩岸現況的四大支柱 然後告訴大家說 台灣要當日不落國 除了歡迎台商回台灣投資之外 讓台灣更要立足全球 怎麼說 他說現在到2019年至今 有兩兆台幣的資金回台投資 創造10萬多個工作機會 所以更能夠像他當年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提出來日不落國 到處都有台商的影響力 台商真的有這麼看好嗎 真的有這麼放心嗎 那鄭麗文倒是說 賴清德最近確實踩了 白宮的紅色底線 聽聽鄭麗文的說法 他以為他把台獨兩個字下架 就沒事了 可是呢 他又搞不清楚 美國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又講這種 真的完全沒有嘗試的話 你怎麼可能講這個話呢 這一點他真的輸 蔡英文輸太多了 你這個也是沒特性 完全不知道 然後你怎麼可能去踩了一個紅線 你自己還完全無自覺 還這個洋洋得意 覺得他講這個很會講 結果呢 他講的第一天 我就說他完蛋了 美國人應該給他打一個 很大很大的差 不要忘記 依賴論還沒有結束 八月馬上要訪美過境 在過境的這個期間 會得到什麼樣的處境 這一段話走入白宮 顯然是大大打了折扣 踩地雷嗎 民調下滑的轉捩點 賴清德在副總統位置上 其實本來應該有很多國際外交的 這個前手接觸的機會 還是比侯友宜 柯文哲都比他們兩位 更有國際觀跟外交事務的經驗 不料呢 這一再講出真心話大考驗的結果 讓美國都很擔心 認為這個穩定度 跟過去蔡英文政府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也就不能跟蔡英文的認同度 支持度畫上等 問題是蔡英文當時去美國過境是什麼處境 不也是已經夠低調 現在賴清德要再去 在所有民調數字跟蔡英文的包袱底下 一方面要承擔包袱 一方面卻被美國不信任嗎 亮哥 這個我們是預估今年的經濟成長是1.6 不過這個是足計算 因為我們第一季是-2.87 第二季是0.48 所以第三季現在還沒到 不過預估是2.41 然後第四季是6.1 可是這個第四季這麼高 恐怕會太低估 全球經濟在第四季的狀況 萬一 事實上我們現在第一季跟第二季 現在加起來是負的 現在是負的 第三季本來預估2.41再加進來還是負的 所以經濟真的是不好 而且我昨天還看到我們台幣暴跌 我們現在台幣是31.4對美元 股匯雙跌 這是暴跌 表示有很多資金匯出 所以我剛剛就看你一開頭 就來講台中的那個計程車的牌照 牆口飯器 它只開放180名 那排隊的超過400名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麻煩的狀況 因為我剛剛去查了人數 比如說我們台北市計程車司機的牌照 是3萬8千名 然後新北是2萬4千名 那台中呢 台中只有1萬2百人 台中這個比新北還低 台中大概是新北的一半不到 那新北的人口其實很多對不對 那這個台北市可能就是集中了所有資源 台北市的人口已經比台中還少了 現在台北市的人口是264萬 那台中是281萬 所以我坦白說 這就意味著像計程車 這個大家無奈沒有辦法就去坐 要嘛就坐UberEat 不然就開計程車 連在中南部可能都不容易得到 飯碗都不容易捧 不容易得到 因為大量的消費人口就集中在雙北 所以計程車司機可能就會集中在台北市 比如說我剛剛講台北市是3萬8千個牌照 那台中只有一萬出頭 一萬零兩百不到三分之一 那事實上他的人口比這邊多 那當然台北你也可以廣義講說 新北台北是放在一起的 不過我是覺得這就凸顯出 事實上在經濟不好的情況下 有很多人可能都是政府看不到的 比如說我們的低端的服務業 那路客沒有來 很多相關的產業就拉不開嘛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民進黨政府一定都沒有看到 一定都沒有看到 或假裝看不到 不像你剛剛那個小黃那個排隊 這個真的我是第一次看到 就沒想到是窘迫到這個程度 那你去想一想 那180個人有排到 那其他220幾個 那就表示他還是處於失業的情況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 我覺得很多人也不一定會納入 那個失業的統計 他可能失業了可是 想盡辦法去找飯吃 他不用失業 沒有錯 產業類別不一樣 能做到的收入也少 對啦 所以我就覺得今年的情況 事實上 我覺得剛剛看那個王美花那個講法 你就知道他多麼沒有進入狀況 台積電之所以會量產延緩 那美國的因素人家早就跟你講了 王美花難道不知道嗎 他能幫什麼忙 是啊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當初我們去做那個真相的調查 台積電你記不記得他那天破土的時候 還加碼說我們2026年那個3奈米要開始營運 那這個4奈米是2024 沒錯 為什麼臨時加碼 因為王美花被叫去美國 去年的九月他去美國 原來是這樣幫忙的 就是他說到壓力 美國一定是透過經濟部 然後再轉給台積電壓力 不然台積電這麼謹慎的公司 怎麼可能在4奈米還沒有明顯獲利之前 就承諾我還要幹3奈米 所以你現在就看到了 比如說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 被美國要求到全世界去佈局 那就包括美國包括日本包括德國 他未來的產能就有20%出去 事實上這個一定會連動影響到台灣的就業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事實上有很多現象 我們就看到一些企業在海外的狀況 然後服務業在國內的狀況 事實上營運都相當的不好 那這個我們也沒有看到政府有拿什麼有效的措施 這個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今年當然 在那個經濟比較低迷的情況下 那又拿不出一個振奮人心的其他的口號 比如說前幾天在談那個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 連中嘉賓都不知道怎麼辦 中嘉賓就直接問王美花 說你可以告訴我中小企業可以得到什麼好處 有沒有個數字啊 王美花就提不出來啊 愣住了 因為根本沒有關稅要減帳 也沒有要開放市場 所以整天搞這種虛的 然後開個超級大的記者會說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進入新階段 就是都是這一類的東西 所以就讓人家看來就是 你都沒有一些具體的一些措施 就是這樣 當然台美倡議在立法院審議 但是接下來這個由英雄論民調裡頭 他認為最重要的指標是 最後一年在任期快要到 馬上要選舉前這一年的經濟表現 絕對嚴重的會衝擊選戰的結果 對賴清德會是嚴重的包袱 其實本來大家就預期 因為今年受到全球的需求不振 因為通貨膨脹的關係 今年的經濟本來就滿差的 但是其實台灣的表現 又比預期來的更差 沒錯 那麼剛剛有特別講到 就是最近大家才講 就是我們的金出口 那麼事實上已經連時黑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本來我們是希望今年能夠 GDP能夠保二 但是今年恐怕是沒有辦法保二了 另外其實大家可能還沒有看到 就是在台灣 你現在聽得到 看得到什麼樣重大的投資嗎 沒有 只有光電 很開心得 我說有 有在哪裡對不對 大概知道的大概只有光電 大家都知道光電 這個已經出現有多少的弊端 包含台南的88槍 我最近也看到一個數字 我們今年1到6月份 就是我們的僑外資 對台灣的投資衰退超過20% 這也是民進黨不願意告訴你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外貓事實上 是一直連續的在衰退中 然後包含我們的僑外資投資也是一樣 其實這受到什麼因素 其實我陸陸續續有聽到一些反應 因為很多國外的訂單 他們會希望我的產業鏈的供應 是長期穩定的 所以他會要求 第一個他會要求說 他要轉單 如果他的單子是他去越南 他可以更確定 因為台海如果一直出現 對不對 你想想看 全世界的智庫 一直在那邊什麼 做軍推這種演習的 如果台海發生戰爭 會死多少人等等之類的 你想想看這樣的一個區域 這樣的一個地區 會是人家願意長期投資 願意長期跟你做生意的嗎 你當外面的這些買主都是白癡嗎 基本的風險對 所以其實包含我們現在 像我有發現韓國 韓國本來也是前上半年 他的出口也是衰退 但是他在六月份已經開始反轉 可是對不起我們繼續探體 台灣是繼續探體的狀況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你覺得蔡英文 蔡政府 他們的民調他們的聲望 會因此提高嗎 當然不可能 更不要說 比如說像詐騙 我常常講詐騙 騙你的時候 他不會問你是今天你是藍的還是綠的 不就是地不分東西南北嗎 人不分藍綠 他們就是大家就是一起騙 一起詐騙 而且這個詐騙 是根本沒有辦法杜絕 這個都會反映在整個的民調上面 所以今天在這一場的選舉裡面 賴清德講說 這個是白宮跟中南海的選擇 錯 大錯特錯 這是一個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這是一個繁榮跟這個 就是衰退的選擇 就是這兩種選擇 你跟我講什麼白宮跟中南海 你到底在扯什麼東西 你以為你自己很懂是不是 結果你看踩了美國的底線 出了一個大包 到時候還要去跟美國人去解釋 所以回過頭來 如果當我們看到這麼多人 要去做小黃的職業證 我們常常都在講台灣幾十年來 只要如果經濟率退的時候 開計程車最多 後來變成外送員的最多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去轉去做這些 他還有一些收入 所以如果經濟搞不好的話 我真的不覺得賴清德 如果以為說今天這個 非綠聯盟的分裂 你就可以躺著當選 我覺得你也未免太樂觀了 台海風險當然影響評估 這個企業投資 然後但是自己意識形態 對於出口的各種限制 也影響台灣的很多的機會 我小補一下宏威 今年前六個月 核准了朝外資金額只有64億美元 你換算一下 大概只有2000億台幣 跟他所說的2019年算到現在 這是非常樂觀的看法 可是其實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才會說莫忘世上苦人多 這麼多民眾是苦苦的 想辦法找一碗飯吃的 確實 我們最近大家都在吵 前兩天你還聽得到民進黨在那邊 跟你吹噓說什麼CPTPP 日本開會可能把我們跟中國大陸 都考慮要加入等等這個狀況 但是後來發現不但沒有加入 而且沒有被實施討論 也就算了CPTPP 我們這邊的機密資料還外洩 就是說你不但無法加入一個 經貿組織 還知道還有文件 因為我們剛剛以為 是不是後來連申請都沒有 後來有申請 對 但是申請的全部被外洩 所以說我們到底在搞什麼經貿 到底在做什麼國安跟什麼國際交流 你會覺得很滑稽 其實大家都忽略到就是說 像韓國的經濟跟日本的經濟 為什麼從6月開始有微微的好轉 但是同一步你要來看 台灣在6月包括對東南亞的出口 是近衰退超過27% 對美國單月 對美國衰退25% 這是空前的數字 為什麼 因為RCEP6月1號生效 也就是說東協10加5 日韓都在裡面了 台灣沒有在外面 合作戰 光這個整個關稅你說多了5% 台灣的所有獲利幾乎就全部毀掉了 你說那些毛三道四的東西 基本上你這5% 你已經讓大家毀掉了 大%了 對 所以說賴清德 怎麼還有臉在那邊騙人 說10萬個工作機會 這10萬個工作機會 這幾年哪裡最多 詐騙集團嗎 你告訴我們說 剛剛洪威姐講到一個很重要的 這幾年光靠著賴清德跟蔡英文 唬爛的那兩兆風光發電 國家要花出去的錢 要給財團的錢那兩兆的錢 你敢不敢去查 現在在台南高雄雲林所有沿海 包括在那邊幫你鋪太陽能板的 你知不知道是外逃的外勞最多 能不能查呢 高雄去查查看 陳其邁不知道去哪查 我告訴你去哪查 想知道的話來找我 警察都知道了 但是要去查之前會先通風報信 有收保護費的絕對查不到 這就是現在實際狀況 我們現在台灣在搞什麼 在搞民進黨對外主權 完全蕩然無存 對內它的主權是拿國家機器 來碾壓人民 而且還要你自我麻醉麻痺 就是說現在很好 真的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 好到我們都被美國賣了 把利益切去給日本韓國 養他要的供應鏈 我們處在一個尷尬的地步 賴清德說他要進白宮 你進白宮幹嘛 修草皮嗎 還是要進白宮做什麼 你要講清楚 所以國家要講清楚 真的 真的是要講清楚 我們都不曉得你要幹什麼 國家會被你賣掉 還是被 被你弄成一隻會自爆的刺猥 我們今天都沒有安全感 待會兒馬上回來繼續討論